作詞客人 技術上的堆疊 這是其中一個層次 然後另外一個層次說 我要做給誰看這樣 就是我到底要做給誰看 不過這個誰我是不確定的 所以我這個獻祭 就是要獻給一個未知的一個人 那這個人是很壓迫性很高的 可能是一個群體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東西一直在弄 你在實踐一些跟社會上有關的事情 然後他可能就會覺得說沒問題 總而言之就是要突顯一種 很複雜的結構性 就是例如說 就互相有一些傳遞資料 就像因為我那個影像 其實是你們手機APP可以下載來看 我其實就是要製造一種 就是我自己WALK的狀態 就是我把自己消耗在這上面 然後把它獻給一個大眾的一個觀點 或者是怎麼樣的觀點 我獻出一顆頭給你 一個Video給你 就是我這個位置 還是潘子 我真的都想要刺激 you 只有你